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财经焦点 今天和大家谈谈政府收紧防御措施后 究竟地产相关股如何受到影响 策略如何部署 请来邱长文和大家分析 邱先生你好 首先我们要看看政府收紧防御措施后 不少大行出了报告 例如瑞银说 估计实质上对商场人流 会有负面一点的影响 不过说实际说 因为商场相关股份 累积跌幅都不小 所以应该反映了相关影响 至于汇峰提到 估计无可避免香港和内地通关延迟 本地地产股或相关零售股商场股 都会少了一个憧憬 你自己怎么看 是的 收紧了这个防疫措施 基本上尤其是晚市 就没有了堂食 不单止食股生意不好 其实整个商场的人流 都会大幅减少 所以对零售业 基本上在短期来说 都是比较差一点 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原本都预期有机会 譬如现在已经有小规模的通关 这次疫情这么反复 基本上通关的期望应该会押后 通关其实不单止对零售业 旅游业有正面的帮助 可以提振他们 对于写字楼和住宅 其实都重要的 所以简单来说 因为疫情的反复 因为最近疫情的影响 其实整体来说 对这个地产股 短期都是一般的 有没有初步谈计通关的情况 今年可能稍后时间 对一些商场股的盈利压力 是否特别大 短时间如果是几个礼拜 理论上就不会很厉害 但是难以避免 譬如这段时间 可能再要恢复一些 譬如是一些 借金优惠 给一些租金优惠的租户 但是其实今年 其实很多都是 还是要减租之类 所以你说 如果短期来说 盈利压力 也都不是夸张得那么紧要 只不过 吞持了通关 因为通关对他们来说 希望可以通关之后 人流和旅客的消费 可以恢复回以前 那个退后了 影响是存在的 好啊 即是说 看看今年稍后的时间 有望通关的时候 他们才有些 大一点的复苏前景 但是同一时间 说真的 暂时未能通关 有时都影响了 楼市的气氛 看到各大行 都对楼价方面作出预测 当中是得摩通 相对乐观一点 他又认为 Omicron的影响 是短暂 而且相对轻微一点 而且他特别提到 就算按采下 有机会跟你各方面 加息步伐都好 仍然处于一个低水平 所以他觉得全年 楼价升幅 有望是5%至10%不等 其余的大行 普遍觉得楼价会调整 例如大摩一早出了报告 觉得会调整2% 特别提到股市跌 导致一个负财富效应 花旗就估计 楼价跌幅有机会有7%至10%不等 主要优心到移民 公共增加等等的旧有因素 亦估计 美国将会加息对楼价一定的压力 美银有相似的看法 估计今年楼价有机会跌5%至10% 同时担心内地经济增长放门等等的问题 你自己觉得哪个因素更重要 楼价是否真的要调整 还是摩通感觉有点升 首先来说 其实楼价在去年的历史高位 都调整了4-5% 加息等其他原因 现在其实疫情这么反复 有Omicron 其实在短期来说 楼价的气氛都是比较差一点 再加上加息的预期 所以我们觉得在第一季 基本上都会继续有下调压力 不过话需要这么说 美国加息 其实我们这个实际利息 国家的利息 就算你加都是由现在1.4% 到2厘多一点 都是一个偏低的水平 你看一些利好的因素 例如供应都会继续存在 希望疫情可以快点过去 最终都可以通关 除了经济复苏 其实有机会在下半年会做好一点 传来来说 我们觉得 都会是一个大致平稳 希望下半年追回上半年的实地 但是整体你都觉得 楼价是否上半年来说 都是有压力 我想第一季难以避免 都会有少少压力 是单位数的调整 我想就是几个百分之内 是 而且都见到你说加息的影响 你就不是那么担心 其实实际项息那里 是不是就算美国加息 我们香港这边影响 好像摩通幻灾 可能都是几个百分点 甚至几个点子的影响 我想如果你由这个实际按针 现在大约1.4左右 开到年底 我们估计会是两厘多一点 是 也不会是一个大幅加息的情况 但不会大幅加息 加息影响在部分 其实在去年的调整 预期已经在里面 不是说今天先 而且通常加息影响 都是在加息之前的秋期 开始再加 未必的影响是 未加之前那么大 好啊 即是说都可以 大家心定一点 之前可能部分反映了 而且按针的提升幅度 未必说那么大 既然如此 楼价平平稳稳 Omicron的影响 我们还有待观察 通关 又要等今年稍后 地产股始终也有卖流收益 如果现在去部署的话 还有一个中线部署 比较多些人参考 这个股价对资产正值折让 现在来说 总结几只地产股 版面所限 新世界折让幅度比较大 和欺慎也是 六成半 分别的地产和收租类别的股份 还有其他地产类别的股份 就是恒地 甚至新地 资产正值折让也有四成八至五成三不等 现在选择是否折让大就好 还是要看看基本因素 首先第一件事 在地产股这些类 暂时来说 没有什么股价取法制 因为无论零售也好 住宅也好 第一季都是有点压力的 第二件事 看回估值 因为都有一些调整 很多公司 例如泰国地产 新鸿基一些 已经跌到 如果用资金正值折让 是一个历史的低位 所以就算有这么多负面消息 其实再下调的空间也不是很大 那边的地产股 其实也有些回购 甚至是大股东增持 如果看回刚才说的两个 泰国地产和新鸿基 其实现在 譬如泰国地产和新鸿基 大约接近60% 新鸿基都50%多 而这个股息 是超过5%的 在过去十几年 其实超过5%的时间 不是很多 从这几个方面 其实我觉得 不要管了 暂时可能没有什么趋势 但是在这些位置都可以考虑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 而且它的卖楼收益 始终它的新盘是比较多 但是同时害怕的风险 就是说 现在市房币 必须减价卖楼呢 减价未必需要的 它不是很大的压力 但是未接近一两个月 可能会慢慢跌 因为始终你有疫情之下 大家都未必走出去 去买楼 看楼 参观示范单位 速度可能比之前 会有些事放缩 即价钱上未必要调整得很厉害 未必需要有什么势价之类 暂时来说看不到有这个需要 如果选择地产股就是这类 虽然你也提到大家可能短期 欠缺催化剂然后平平稳稳 另一类别就是房产基金要怎样选择呢 因为房产基金大家选择其中一个因素 都是看股息率 例如领展4厘半左右 支付产业信堂冠军产业大约落来流上 其实看它具不具备房手力 看股价表现就知道 如果这个股价比去年低位来说 其实仍然都高出 例如领展10%左右 支付产业信堂高9%左右 这是什么指标 其实这些房产基金都更具一定的房手力 我想看房手力第一样东西 看它的资产是什么 刚才你说领展也好 因为房价和房价业信堂 它主要的资产是在屋邨商场 都是以民生为主的 就算是譬如沒有了旅遊 True Spending 其實影響不是很大的 所以在資產方面 他們的防守性是比較強一點 沒錯 防托會受利息影響 加息影響 但是如果你看回它的息率 其實已經是部分反映了加息的憂慮 譬如領賤 支付那些 防托那些 在這個價位 其實是可以 長時間都可以考慮 當然 特別你說 必須品雙歸商場 是不是領展那類屋邨商場 相對會 起碼保持領袖表現 因為是必須品 無論你怎樣都好 你現在疫情差 你就不出去吃飯 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回家 都是幫到那些手工 但可能轉到網上買東西 網上買東西有 但都是做到生意 反而黃區的商場 你未必就算之前本地消費 那你就去銅鑼灣 尖沙咀 出街都少了 所以那些影響會比較大 還有你說股息率 始終受美國加息的情況影響之餘 大家可能關心到 接下來如果收益上下不是那麼穩定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減下息的 你看今年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譬如用領展來說 其實最差的環境 譬如去年已經過去了 再加上其實譬如領展 之前都開始加到造物 所以在香港的業務應該是見了底回升 也都在其他地方 在國內 在歐洲有些收購 這個也幫到它的股息 暫時的機會率就不是那麼大 謝謝Jeff的分析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收看 一切裁警消息 證監會接受本台專訪時表示 目前涉及市場操縱的活躍調查個案 大約有七八十宗 當中大約有一半 涉嫌利用社交平台進行搶高散貨的活動 涉及社交媒體 佔我們現在現有調查 市場操縱股票的案件大約一半 近兩年的疫情關係 可能多人在家工作 相對多時間接觸社交平台的媒體 騙徒、犯罪分子 可能透過社交平台比較容易散佈這些消息 或者進行他們的搶高散貨活動 比較小些 市場流通量比較低 或者股權比較集中些的股票 人民幣中間價升至超過兩個星期高位 官方開出的人民幣中間價 最深負6.3653至1美元 比上個交易日升89點指 是自12月23日以來的高位 現貨人民幣方面 在按價和離按價早段都在6.37水平上落 另外人民銀行連續第五日進行100億元人民幣 易回購操作 扣除今日到期的易回購 單日在市場淨投放100億元人民幣 內房當代置業債務違約股份今日伏牌 股價跌超過三成 當代置業公佈連同去年到期未還的美元票據 未常還優先票據本金合共超過13億美元 部分債權人要求提早常還 或者強制執行擔保 公司已委任財務顧問持續評估流動資金狀況 制定顧及境內外利益的整體規劃 可能開始債務重組 已經與債權人初相 豁免提早還債等要求 財經消息看到這裏 多謝收看 節目時間 歡迎Ken哥盧志明 HelloKen哥 大家好 今天來講 要先看看香港和內地股市 港股 港股也升上超過170點 最高23702 收復了23700個關口 目前去到23700樓下 現在升幅最大就是阿里健康 還有一些醫藥股也是厲害的 阿里健康的升幅接近1成2 終生製藥食量升幅超過6% 至於上證 深淨成分指數省為求穩上指數升3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47點 看看內地的主要因素 除了擔心Omicron的影響 因為天津再有本土病例 最新昨晚都新增20宗個案 至於內房債務方面 今年有全廣東省政府為收購合併搭橋鋪錄 又再跟內房企再談 當然還有官媒的報導 接下來中國證券部報導 中央會部署全力以赴增長 估計今年有數萬億元的地方債 但發行投放基建 當然也要問問Kent哥 現在又怕Omicron影響著內地市 同一時間 不如增加20宗個案 所以大家都有點擔心 其實內地方面的疫情又為怎樣 你知道內地會有一個清零的政策 可能會提高防疫 另一方面內房債又好像有些儲缸 內房股又好一點 加上基建股的形勢 估計短期上市指數 可不可以上去呢 今天都跌過去一個月以上的低位 暫時大家都見到3,700那個位置 鎖了個頂在那裡 我覺得你說要調整回去 借這個新變種病毒的消息 會跌很多 我又覺得不會 只不過都是一個橫行的格局 在農曆新年前 大家要留意時間差 農曆新年前 上證會不會貼近高一點的水平 因為始終上面講到剛剛3,700 而且你再低一點 3650那個位置 其實也都有個壓力區 我覺得是3,500至3650發著上落先 這個是上證自己本身的走勢 也都要看國內自己本身 未來的貨幣政策 同財政政策 怎樣在經濟相對比較弱一點的情況之下 有多些拿捏得好一點的時間性 我覺得不要看得太淡 因為A股 我們看到過去兩三個月 都有些資金流入的時候 我相信仍然可以叫做反覆 當然有的了 但我覺得仍然會有個看好的情況 就是3,600點附近上落 都慢慢形成過下降軌 還有短期來說 今天見過3555 11月底以來 去年11月底以來的低位 然後咬腰 最高上去3583 目前就是這個位置 升近3點左右 看看大恐怎麼看內地經濟 摩根士也認為 內地將會加快基建投資和降準 大摩估計隨著疫情 在西安天津擴散 部分城市可能實施封鎖 內地今季經濟增長 可能比原本估計的4.9% 再低0.6-0.7% 相信為了找經濟 就會加碼財政開支 包括提前發行1.46萬億元人民幣專項債 地方專項債支持長江經濟大 城鎮化重點項目 帶動基建投資反彈 第二季可能會減稅 減少中小企的負擔 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1-1.5% 估計亦有機會做一步降準 希望鋪路按揭和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是否將會行一條 你自己怎樣看呢 接下來是否要降準又要降LPR 我想降準 但剛剛在去年已經降了兩次 年底附近 接下來應該還有一個可能性 但要視乎經濟數據 尤其是農曆年後回來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依貴性 因為你看到兩會的時間 都是夾在3月附近 這些重要的時間差 但如果你純粹以經濟情況來看的話 減的可能性都會大 亦都是刺激中小微企 接下來的活力和市場的流動性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看到基建或者陸續 我們擔心那兩點 第一點就是 經濟活力始終在內房的層面 會拖累大家的資金上的流動 和整體上的氣氛 但如果三條紅線開始鬆一鬆綁 而令到這一點裏面 有個叫轉機的時候 亦都是令到資金會回來 第三點就是 如果接下來在財政政策 即是基建項目 或者一些 無論是房地產也好 或者一些建設活動 相關性 接下來的資金會回位的時候 你對整體的市況 或者資金的活力 也會比較好些 好啊 即是說都是等著降準的情況 會不會有首櫃的時候會出現 大家看實 當然 還要看看個別品塊 今天內地的醫藥股 特別抗疫的概念股 做好一點 看到今天不少的疫苗股 都可以向上 版面裡面 包括東方生物 熱境生物 升幅6-6% 就有1成不等 安屋生物升幅1成7個外 香港這邊 無論是用生物債藥股 還是疫苗股 今天都好表現 是不是主要怕Omicron的影響呢 我想這個其一 第二就是 最主要都是集中了 抗病毒的相關股份 會比較多些 因為現在 又是回來的 老調重彈 由國內自己本身 一些最主要的城市 開始有些叫確診的個案 這一點又會令到資金 又會回到大前提議 會不會在這些 生物科技 或者抗病毒的股份身上 有些短線的機會在 那些資金都會 行一個短線的行程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一個很持續的行程 我覺得就未必會住 但是在市場裏面 農曆新年前 都是一個短線的操作先 所以去抗病毒股的 概念股的話 相對地都會比較行程 好啊 A股炒起主要是生物科技類 研發一些疫苗相關的股份 但是我們港股這邊 剛才提過 無論是疫苗股也好 譬如康喜樂生物 現在都升8% 均實生物這些 升到9%過外 一些傳統的 中生製藥、石藥這些 都升到6-7% 暫時僅次於241 升幅第二、三大籃籌 這些是不是都追得過呢 還是選的時候 甚至乎中藥股都要留意 因為內地巨報很多產品 是說要加價 中藥都升5% 哪類型的短期做可表現機會大些呢 我想視乎投資者 你的風險為立取向 我們先分開三類 第一類 傳統製藥大公司 1177和1093 也都在高位回調了很多 現在我相信 不調隨著市 在農曆新年前回合 穩一點的話 這兩個股份在這個位置 有些水位在 不過大概百分之十左右 我覺得在這個位置 這個第一類相對 比較硬正和穩陣 第二類 就是說生物科技的股份 是早前 是因為一些叫政治因素 那些生物科技股 那你變相就捱了下來 這一類型 我覺得是反彈格局居多的 這些波動性也都會比較大 因為有些牽涉了B仔股類別在 那這個投資者 就要看到風險為立 第三類就是中藥的股份 那中藥類的股份 大家也都會見到 就是說 咦 有加價的勢頭在 那如果你計算本港的中藥股 其實加上 真是在中藥裡面的 可以選到的話 都不外乎幾隻 所以如果我覺得今年的主題 中線一點 我覺得中藥股 就是一個叫中線的部署 如果你是一個穩打穩摘的 就是剛才177和1093 如果你的風險為立高一點 就是一些生物科技 和藥苗相關的股份 藥苗相關的股份 藥苗相關的股份 波動性也都會很大的 隨著疫情的關係 亦都會令到他們自己本身的股價 很大的波動性 去年 大家都會見到 6185那些 是高位 可以在400元 可以挨到145 那你就會見到 他們自己本身的波動性 是非常之大 要視乎自己本身的風險為立的情況 好啊 他們叫做早牌 又獲得馬來西亞有條件 批准新冠疫苗加強針 就給18歲以上的成年人 亦都是早前獲得 再生醫學先進療法治療 区肢格自胃癌的情況 當然也要看整體疫苗的進展 不過波幅性大 Kent哥都提了大家 這下升了9% 亦都突破了50天線 大家最重要 看好股格表現來玩 有沒有機會突破上去 都要看消息的演變 講講一下 是否時間都差不多 都可以去下一節 下一節回來 Kent哥會分析一下基建股 好啊 恆生指數很有開心 日中高位升超過200點 今早高開之後 一度倒跌過 大家知道了 但低位打下去 23,399之後 又頂得住 為甚麼呢 因為一些金融類股份做得好 還有醫藥相關股 剛剛提及過 醫藥相關股 今天一洗颓風 中學生物製藥 1093 雖然佔的比重不是很重 但加起來也不錯 恆生指數最新 23,703點 正在升208點 剛才最高的時候 做過23,706 即是高位附近 內地股市都配合 上證指數就升8點 去3587 不過3600未上到 深淨成分指數就升0.5% 好了 我們先講大方向 還有Kent有推介 爆了嘉賓 Kent你好 是 吳嘉文你好 早安 Kent 見到指數慢慢滲上去 23,700 你覺得再上機會 大不大 有沒有動力 其實最主要 我們用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就是恆生指數 第一次的預演 那次是七八月下來 有個叫RSI背池 做了個雙底 然後有個反彈 這次也有同樣的情況 出現了RSI 有個底背池 那個底背池也都 營造了個反彈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仍然維持原配 農曆新年前 都會有個多少少反彈 因為如果大家追回時間差 過去幾年都是一月打後會好些 12月底一月都會做到反彈 現在你做了個雙底 而有RSI背池 向前慢慢走上去 今早滬港通那節九點半 當時都在做23,300多 當時都在說 仍然是維持反彈 23,700是第一個位 第二個位再推上去 就是24,200 那為什麼會去到24,200附近呢 因為我們延伸下來的下降軌 在這個中期這個位置 就是大概24,200 也都是貼著 50天移動平均線 所以今早都挺有信心 在這些水平 看上去 23,34 看上去都差不多 800點至900點 我覺得農曆新年前 仍然會向著這個方向走 那是真的純粹反彈 還是見底 這個判斷很重要 見底 我想第一季 所以你去到這些水平 你不可以叫做它 一個叫見底 只不過是這個底 是比較硬 看看它去到這些水平 有沒有一個再多一點的突破 因為在下一陣 就貼著24,700點附近 去到那個位 如果真的又再回調回來的話 又可能再試底多一次 我想現在大家有一個部署 就是見步行步 這個位置你摸到一些股份 你好像今天開始 或者去到農曆新年附近 你都還有一些股份 或者有一個水位 給大家去一個部署 或者暫時市況 短期來說 都是有一個做好的格局 的話 大家去拿捏股份 想起碼有一個方向先 也有一個比較容易拿捏的 一個叫市況的情況 是的 你說市場暫時先反彈 那比較穩定 就是選股的時候 我們相對安心一點 選對是最重要的 即使市場跌 有時股份都可以升 今天我們自製利是 剛才你說的新年我就到 買什麼可以自己賺一些利是 選擇基建股、水泥股 為什麼呢 基建大家不要有個錯誤的感覺 就是選擇一些中鐵建那一堆 那一堆就毛利率比較低 在過去這麼多年 大家我想都比較清楚 阿爺的訂單也不會有 太大的叫毛利的盈利情況 讓你賺不到 反而反過來 撐回水泥股 或者撐回近期間 有些公司消息的聯索 那我想這個範疇的話 應該都比較容易處理 因為最主要就是 你說的國內自己本身 去年的經濟情況 第一、二、第三、第四季 第四季為什麼會有個減兩次全準呢 就是希望刺激那個 叫經濟的活力情況 那我想大家 在貨幣政策裡面 都仍然是預期有機會 再有個全準是會減一減下來的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 在除了全準之外 接下來在那些固頭方面 或者在那些基建投資方面 會不會有多些的資金 是會有的 今年預期是2.2萬億附近 都會陸續在農曆新年後 我相信是跟時間差 來做個叫上馬的情況 對水泥的情況 應該會好些 再加上內房 然後看看接下來 阿爺都在政策層面有些鬆手 在短期來說 會不會有些叫回一回回回 刺激回水泥的需求 這些都是令到整體都有一些叫可索性 和空間都會比較有多些在那裡 這個圖都幫大家 其實總結了為什麼之前那麼差 是 因為之前是內房的問題 拖累了一些水泥股 和內房一起跌 近來內房回穩都幫到手 其實講起你選的股份 我們等下當然要盡量逐隻問 我見到這麼巧 其實大行近來都唱好的 就像摩根大通 他說都認同今年內地的基建需求會改善 他看好的那些有部份跟你一樣 比如安徽海螺 中國建財 他選擇安港 你就沒有提到的 至於整體究竟基建是否真的上馬 見到一些報道都是這樣說 內地1月4日到6日 說已經公佈了的總投資 超過3萬億人民幣 剛才都說 今天都有官媒報道 今年全年 接下來都有幾萬億 起碼幾萬億規模的地方債發行 部分都用在基建方面的投資 好了 我們簡單補充算了 想要選股那裡 不如就講一隻3323 好嗎 突破得比較明顯 會不會 突破得比較明顯 但是這兩日升的幅度比較多 我想大家都要留意3323 它自己本身有特性 企業盈利 我覺得在過去這段時間 比起另外那兩隻好像1313 或者是914 我覺得那個爆破點會比較強 但是要留意一點的波動性 也會比較大 你都見到它在大概8.5 推到11元附近這些水平 我覺得 接下來 你說有沒有機會再衝到12元附近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很大 只不過就是在這個位置 跟進去的話 我覺得不如偷一偷位 大家都見到它早前 貼著10元邊 這個明明是突破點的時候 或者是重要的支持位 那不如有機會靠下來 貼近那些10元 10個1、2附近呢 這是第一個策略 如果去到這些水平 即是指洩空間亦都近的話 我覺得可以考慮了 因為上網就望11、12 起碼有10%至2成的水位 給大家去拿捏 第二 如果真的跌來跌不穿 反而衝穿11 我覺得就輕鬆一點了 再望上去就望12 那你指洩就放在今天 貼著這些底部位置 大概10個半附近 衝上去就望著10個半來做指洩 靠下來就大概說10個1、2附近去買入的話 下面指洩就跌穿9個半附近 那這個就非常安全 我覺得3323可以用這兩個策略來做部署 今天未回到下去那麼多 是未回到那麼多 大概到10個半以下 少許而已 10元左右就好位 10元也是100天移動平均線附近 也是剛才你提到的突破位 回到下去那裏如果頂得住 買就安心些 不過我有件事想問 剛才你都說了目標價 其實現在我們背後就炒 包括中央就是谷基建 其實這件事都明白的 因為第一季內地經濟 大家都很擔心會增長放慢很多 現在你知道又爆疫情 中央用這個方法去谷經濟 不出奇的 但問題是這件事你覺得會做多久呢 大家可能會問 因為對這個相關板塊的支持力度 會有多久呢 於是我們要定個策略 究竟買這個股份是短線一些 還是可以擺長一整年呢 我覺得我自己的概念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清晰 如果股份到價 到了目標價 那個價是甚麼來的呢 第一件事 當然是之前的一些歷史參考價 為什麼會往往去到一些高一點的水平 或者到一些目標價就會回落 就是因為可能很大機會估值 接著又要參考之前的技術位的 一些比較大的回落區的蟹貨區域 我覺得時間不是一個最重要的 鎖住大家的框框 很多時候大家都覺得 我買了要擺一年 但我告訴你 如果是說兩三個月已經到了目標價 那是不是不吃糊呢 是不是真的要等一個年尾 才跟它計算呢 我覺得這個不是關鍵點 關鍵點就是到不到價才是關鍵點 好 明白 總之到價就吃糊 不管它是怎樣 跌穿當然九個半 都要提醒大家 因為今早就有些不開心 今早就有些不開心 很多家庭觀眾打來 他都是捱價 最要捱很多都是沒有走的 最重要是我們買的時候 策略清晰 剛才你提到九個半左右 附近就是一個紫巢位 九一四其實最近都凸了頭上來 這隻又怎樣 九一四相對地 如果你計算規模和實力 就應該是比較硬正一些 以及穩定性高的 之前大家都會見到 在三十六元邊附近 已經捱了個底 現在就逐級逐級 試挑戰上來 其實都是 我不管它是一個反彈 還是一個真升浪 但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延伸回來 都是做一個反彈的格局 第一個重點位 就是和三三二三個情況 類似那個百分比的水位問題 貼住第一個位置就是44元附近 即是說如果大家要自製到一個 大概八至九個巴仙 甚至十個巴仙的水位的話 即是說你越後低一點去買入的話 你的成功率或者你的利潤率就會拖高了 這是第一個目標區 第二個目標區當然當然是希望鎖到去更高水平 這個就是再後一陣再望的 一級一級上來 為什麼會說後低一點去買會安全一點 因為大家都會見到比較清晰 你貼住這個紫巢位 即是說昨天那兩棍上來的 大概三十八元 三十九元三十九個半附近 就是一些重要的支持位 不收穿的話 你就可以持有 看著目標價 我覺得你定好這個策略的話 又是容易一些處理 因為已經開始逐級逐級上來的時候 逐級逐級上來 抓住比較低的位置買 不跌穿止洩位 持有看上去高位 這樣就一個比較清晰 和容易一些處理的策略 好啊 那我們一分多時間 探心說一下聯數好嗎 21、28做交管 管道為主 他說三爬兩撥 被他飆上去十五個領 去到去年八、九月的時候 那陣小小的蟹貨區 再上機會怎樣呢 最主要就是 因為有公司的一些新的發展動向的消息 所以令到他 避零八能兩浸 已經升穿了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 叫做環行區 而這個環行區 也都是一個比較大的關鍵 現在正正在250天移動平均線 再壓住在這裡 大概是15元邊 那我覺得 第一件事 如果你在這兩天 因為它的速度很快 因為有公司消息面 沒有買到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位置 你強行衝進去 現在都說是15.1附近 強行衝進去 我又覺得沒有這個需要 不如看一看 看這兩三天 究竟會不會真的站穩 如果站不穩 靠下來的 這個正正的起步點 就是你的止蝕位 又是一樣 第一個策略 越低 這個位置 它止蝕近安全 第二個如果能夠破頂的 就看著 大概說現在是大概17元附近 這個是你 如果破頂第二個策略買的話 就看著17元附近這個水平 收到 補兩句 中國建築3311 都是有這方面概念的股份 它今天破了52周高位 瑞銀唱好 說它盈利周期向上 我們晚點再補裝 OK 我們休息一下 uncomfortable 是不是 好 今天 我們 legisl build nych筒 ok 我們雙方 我們 contents